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主内平安 我是钢殿侠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四 在我们做这一期录播节目的时候 现在还在家中 但是很快就要带着几个孩子出发去度假 因此这几天的节目会以录播的形式呈现 因为是录播 我们就不再启用虚拟的形象 就以这样和大家聊聊的方式来做一个过渡 但是我一回来就会整装待发 继续用直播的形式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要讲什么呢 既然是放在信仰与历史的大框架的这个主题之下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讲历史当中的一个事件 我们这几天的节目都会讲到十字军东正 但是在具体讲历史事件之前 我们首先要来研究一下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对神有可慕的人 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看待历史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 历史不光光是人的故事 不光光是你和我的故事 历史从始至终都是上帝的故事 我们只不过是历史当中的一个部分 若我们在永恒的事情上有份 那么不管我们在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 我们的影响力是大是小 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不断地确定自己在主里面 就OK了 所以很感谢在昨天直播的时候 看到有个评论 下了直播就看到有人说 你这个节目这么少人看 为什么还要坚持每天更新呢 感谢神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谈 苦于没有人问 既然他问了 我马上就在Face Talk上面 就给出了我自己的心里话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不是做给人看的 这句话具有双唇意义 虽然看节目的都是人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做 让人去看 去评说而去做的 我们是为了神而做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地说出 求主纪念我们 正如明西米记的十三章的三十一节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 阿们 另外 大卫在诗篇当中 我记得有这样一句啊 主啊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具体是哪一篇诗篇我忘记了 但是这句话啊 我特别特别地喜欢 我很欣赏大卫的是啊 他和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种关系啊 让我们今天也感到很震撼 就是他非常地了解神 认识神 他对神的理解 帮助他走完了在地如天的一生 他也做到了与神同行 即使他的人生不是没有瑕疵的 正如我们一样 所以他也是给了我们 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 那么大卫啊 和我们仰望的是同意为主 对于大卫来说 他说出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就想起啊 在圣经当中 大家记得吗 具体的经文出现在 马太福音的22章和马可福音的12章 耶稣啊 问人们说 人怎么能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自己在诗篇上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是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大卫既然称他为主 他又怎会是大卫的子孙呢 可见 大卫作为先知啊 他提前的预言出了 主耶稣是他的主 因为主耶稣就是神 大卫能够清晰的了解 是因为他可目寻求 并且他真的爱神 我们以后会专门做专题 来聊一聊大卫的生平 通过圣经所展现给我们的全方位的大卫的信息 来判断出 为什么我们的神看大卫 是唯一的一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和他心意的王 朋友们如果有机会 我们就一起走天路 这个非常的好 求主赐福我们 如果没有机会 我们也会为你切切的祷告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愿神开启你 也只有神开启你了 你才能够打开你的心眼 真实的来面对世界 也面对历史 面对当下 也面对过去 然后你就有走好这一生的勇气 面对未来 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 是线性和垂直的历史观 历史是有时间性的 没错 我们每一刻都在面对未来的过程当中 但是与此同时 你会发现 神所处的永恒超越了时间 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我们不仅是在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我们更需要的是 现在所处的每一个现在 每一时 每一刻 每一分 每一秒 我们都要垂直的仰望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垂直的历史观的含义 就是我们每个时刻 每个当下 都要连接于永恒 那我们的现在才有意义 我们的现在虽受时空的限制 但因为和永恒接上了线 我们 在地如天 诗篇的十一章四节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慧眼 他的慧眼是查看世人 你看 神在永恒当中 但是他无时 无刻 无处 不在 都在观看着处在历史当中的 也处在当下的人 我们把永恒的神 和历史中的人去连接在一起 就明白 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在自己 有限的时间里 去成就永恒的价值 我们在时间里 为了永恒而活 所以之前就跟大家说了 永生是从当下就开始的 而不是从我们死后才能够进入天堂 才能够进入永恒 而是我们从现在就可以选择连接于永恒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与神同在 与神同行了 上帝书写的历史的主人公只有一位 his story 这个he就是基督 所以上帝书写的历史的主人公就是基督 基督是历史的唯一主角 历史是以主耶稣为中心的 我们不要把历史当中 包括现在进行当中的历史中的这些伟人们 遮挡了我们去仰望耶稣的视线 单单仰望神 只有与神的随时连接 那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观点也好 去看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才可以 也才可能做到合乎中道 经常怎么说呢 罗马书的十二章三节 引用过再次的给大家强调一下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你看 保罗就非常清楚啊 个人的这个相关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为神做什么样的功 并不是取决于他的能力智慧 这些都是表象 最重要的是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信心大的多做一点 信心小的不要嫌弃他 少做一点没关系 只要为神而做 那么这句话从反过来看呢 就是我们既不能看自己或者看别人 无论是今天的人还是历史中的人物 都不要高看的同时 也不能低看他 不管大事小事 只要是为主做的 都是重要的事情 神的事情没有小事 或者说只要与神拯救计划有关的 不管大的小的 那都叫大事 我们的名字 已经在生命册有份 在神的眼中 我们就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有永恒价值的事情 我们都要做 不轻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作 我们都是神手里的器皿 上帝怎么用我们 怎么捏我们 都可以 我们所做的 很多时候都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最后我们的人生 直到我们死亡 能够荣归主怀的那一天 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事情 能不能为神 在这个世界上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们不知道 既然我们不知道 还是那句话 我们就把结果交给神 五饼二鱼 尚且可以喂饱五千人 更何况 我们这些有圣灵内住的 不是可以更坦然的 来面对我们的人生 有着一个更坦然的心态 路加福音的十章 门徒们赶鬼有所成就 就去找主耶稣汇报 主啊 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这句话 明显看出了 他们非常的高兴 主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就马上的 告诉他们 不要翘尾巴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 在天上欢喜 这句话非常的深刻 什么意思 对我们今天 特别关键 就是很多人啊 都想做大事 都想为主去赶鬼 为主去建功立业 包括十字军东征 在教皇兴起之下 圣殿骑士团啊 包括很多贵族啊 他们都自掏腰包 要前往圣城 耶鲁撒冷 这场作战 他们认为是为神而做的 他们也认为 在历史的十一世纪左右的时间段 已经是末世的冲刺阶段了 这个世界又过了一千多年 到现在我们还在奔向末世的这个路程当中 所以每一个时代啊 我们不要想着做大事 我们反倒是应该从小事做起 从学习神的话语开始 因为你只有真正的学习懂了圣经 你才能够明白神到底是什么心意 神的心意你明白了 那么你去做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如何行出来 如果没有前者 那么本末导致啊 你就非常容易的陷入到苦闷当中 包括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有一个背景 就是当时的所有人 虽然都已经是基督徒了 因为已经有几乎要几百年 大几百年的历史啊 大家都是生而为基督徒 都奢系了 但是呢 因为呢 罗马教廷呢 它是垄断了圣经的解读权的 而圣经呢 是以拉丁文作为主要的宣讲方式 只有教皇啊 神父啊 这些神职人员 他们可以接触圣经 给普通的信众 在主日啊 去讲述圣经的故事和道理 也就是说普通的民众啊 包括这些贵族啊 他们对圣经的了解都是有限的 所以呢 他极大的呢 就没有办法直接与神对接 想一想 我们现在的人是有多么的幸运 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的十章 接下去啊 主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 随时随地都被圣灵充满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他说出了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去欢喜 他就为他所启用的 神所启用的啊 这些门徒们赶鬼这个事啊 他感到欢喜 感到快乐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阴海啊 就像这些普普通通的 出于社会底层的渔夫啊 顺利啊 就显出来 因为他们的心啊 预备好了接受神的道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正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教父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所以啊 真的要知道神与神子 父与子 是要有圣灵的开启的 而知道了子 指向了父 看到了父 明白了子 那么这一切才有意义 我们基督徒啊 现在生活在世俗文化的洪流当中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信仰挑战 不仅仅是 我们反复说的这些社会问题 像堕胎啊 LGBTQ家啊 种族问题啊 环境问题啊 政治议题啊 还有各种各样 包括我关注到一些华人的基督徒 在美国啊 一直都在为 有一个事情抗议 就是很小的孩子 就允许给他们接受变性的手术 非常的可怕 我们要明白 这些议题背后啊 所隐藏的都是世俗世界观 对基督信仰世界观的冲击 也就是圣经世界观的冲击 我们基督徒面对的挑战 是圣经的世界观 与现在所流行的自然主义 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 这些非基督教世界观之间的博弈 虽然很多人 没有学习过这些哲学思想 但是我们每个人 都呼吸着这些思想 所营造的文化空气 基于这些思想 所产生的价值观 世界观 正在支配着 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渗透在教育 媒体 娱乐 艺术等各个领域 不仅仅在美国 也会不断地 从西直东 传递到亚洲来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明白 关注历史事件 我们知道 其中的因果关系 不是人所控制的 我们要看明白当下 我们就要回到历史当中去看 但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不要单纯地 用结果的好坏去判断 其成因 历史的评价 绝不是取决于这件事情 到底是结果怎么样 是对还是错 这种单一的价值观 而是去看这件事情 是否符合上帝的道德法则 我们的主 可以把人的罪 引向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要明白 上帝的善 和人的罪和恶之间 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 不然的话 人会窃取上帝的荣耀 刚才所提的这种人文主义 以人为本的世界观 无处不在 在传统历史观当中 重视到历史当中的大人物 也只关注到历史中 诸如君王 重要的历史推动者 大的军事领袖 把他们当作历史的主角 而后现代的 当下的历史研究 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 告诉我们 历史是什么 主角是小人物 是民众 是人民的力量 这些才是历史的主角 可是上帝所书写的历史 我们知道 两者都有 我们看到 圣经当中的人物 既有像大卫这样的君王 也有像世诗记当中 像参孙这样子的民族领袖 但是也有像路德 喇和这些外邦女子 是绝对的小人物 社会的边缘人等 所以上帝的历史当中 人物从不分贵贱 都可以成为神的器皿 我们说人物大 人物小 本来就是以世俗的眼光 帮助大家理解 我们其实这样去区分人 是不对的 是不符合圣经的世界观的 你追求在这个世界的 宏图伟越和自我价值 甚至有很多人说 我要为神去做大事 让神兴起我 去成为建功立业者 但是你要知道 你究竟是一个大人物 还是小人物 在神的眼里 根本不是关键 关键是神用你 你在神的世上有份 我们想一想 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刚才说了 有御夫 有顺利 都是小人物 但是上帝启用他们 去翻转了世界 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 都是取了奴仆的样式 是一个在世俗眼光当中 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群中 再小不过的小人物了 天父没有让我们的主 含着金钥匙出身 降生为一个王子 一个显贵 一个能够继承国家的 这么一个重要人物 而是一个木匠的 底层民众的家里面 用世俗的眼光看 妥妥的小人物 但是这是神的儿子 菲利比书的二章五到十一节 告诉我们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翻到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被威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 神将他 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 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 归于福神 朋友们 这才是我们当有的心智 我有认识一个非常好的姊妹 不是我们教会的 但是一直有来我们的教会 参加活动 参与分享 她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在日本生活多年 所以既给身边的中国人 也给日本人传福音 她身边盼道的人 她都觉得是 神安放在她的生命当中的 她要向他们传福音 给他们送圣经 她非常的好 但是呢 她的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不仅仅有这个表象上 看到的这种敬虔的行为 也想分析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我关注到她 精神的状况 一直呢 比较的疲惫 她把传福音 当作是自己生命的一个 有点像是救命稻草 因为她自己的家庭生活 包括几个孩子的这个经营 一直都出现很大的问题 她几个孩子里面呢 有一个孩子 就是我刚刚说的 想为神去做大事 想在日本啊 做一番大的事业 想在日本的公立教育系统里面 我们知道 日本的公立教育系统 比起中国来说 好不到哪里去 她的压力非常大 而且呢 有很多的应试教育的 可以说是顽疾 到今天看上去 表面看上去 也很难解决 那么呢 这个姊妹的儿子呢 也已经应该三十来岁了 她呢 就想呢 去做一个老师 可以在公立的教育系统里面呢 为神摆上 能够通过他自己的努力 通过个人的努力呢 来改变日本教育现状 这个心智是很好的 但是呢 没做两天老师呢 自己啊 就因为心理疾病 就得预证了 而且呢 甚至到一度想要自杀的这种程度 那么她得了这个毛病以后呢 就再也工作不了 也做不了老师了 一直呢 在医院里面治疗 回到家里以后呢 过一阵子也会犯病 其实我当时听了以后啊 一方面是感觉到非常难过 另一方面呢 我也觉得呢 不管是这个姊妹的孩子 还是这个姊妹本身啊 她和神的这个连接啊 在属灵的层面 都出现了一些根本的问题 这个姊妹每天都非常的忙 家里面你看 已经是一团乱麻了 那么她还要去传福音 她总是觉得呢 我为神有这个热心去传福音 希望神能够纪念她 在传福音上面的这种努力 来帮助她 一起来应对生活当中的问题 我相信不少的弟兄姊妹 是会这么想的 但是我就一直跟她说 花了很长时间啊 就告诉她 我们不能本末导致 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支持川普 没有问题 我们也应该的 为社会上的不公去发声 看到社会上的问题 因着我们是基督徒 因着我们是神的子民 要和世俗去对抗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 来武装好我们自己 要不然我们就是用自己的肉身 试图以自己的能力 去对抗世俗 我们一定是惨败 毫无疑问的 装备圣经的真理给自己 是要花时间的 你每天都陷在世俗的工作当中 哪怕是为神去传福音 可是你所信的福音的真理 你自己都不是太不了解 几十年的基督徒坐下来 对于圣经都读得不透 对于圣经当中的人物 都了解的不多 有的时候提到一些 旧约里面的人物的时候 完全反映不出来 这是谁啊 从来没读过 然后对于主耶稣的教导 也是一知半解 讲到经文的时候 感觉读过 但是究竟主耶稣是什么意思 从未探究过 更不要说去听其他的补充正道了 连圣经本身都做不到 这个熟练 所以我当时就劝他 你要把时间花在亲近神 了解神 然后呢去读圣经上面 然后你的人生啊 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主会在你的人生 让你发生变化 是主开启你 主喜悦的是 我们去寻求他的心智 而不是我们因着自己的血气 被激起来 去做一些属世界的事情 然后试图要改变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就觉得这样可以荣耀神的名 改变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呢 十四军东征啊 我们后面分析的时候 也会告诉大家 十四军东征的教训 就是告诉我们 人都是罪人 因为看上去初衷好的 想要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从穆斯林的手中 这种跟穆斯林世界之间 进行交战的想法 是好的 但是这个想法的背后 人的罪会牵引着 人往一个坏的方向去发展 然后最后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 有很多好的地方 但是同时也为基督教 也为神的名 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有很多人不信主 就是因为认为十四军东征 是一个血腥的基督教世界 去贡献了穆斯林世界 好像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这不是事实的 这个历史的真相 我们要还原历史的真相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要真实地面对历史 这也是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事 在经上怎么说 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节 人在最小的事上重行 在大事上也重行 在最小的事上不易 在大事上也不易 所以我们不要急切地 去为主做大事 不要因着自己的血气 想干这个想干那个 就像我曾经想着 把我们的网站 做得功成名就了 就觉得是荣耀主名了 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每一步都是 我们可以think big 但是我们要act small 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的事情做起 从每天坚持 做一期节目做起 如果这个事情 我们的坚持能做好了 你不用去管 你的节目有多少人看 但是神会纪念 你这一份因着他 而陆续累积的信心 最后我们的信心 就像前面分享的经文一样 信心的大小 你的信心大了 主就会派你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上帝赐给我们 一个宏观的视野 去看历史 这样我们历史当中 去观看一段时间的历史 或者是某一个历史 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 历史才会变得有意义 我们要明白 历史的意义也不在于 我们因着好奇心 一种求知欲 去了解它的前因后果 去分析它的动机 或者以今天的视角和价值观 去论断历史本身 或者事件本身的是非 对错 如果是这样 我告诉你 历史毫无意义 因为你根本就学不到 任何从历史得来的教训 因为什么 已经发生过的历史 和那个时代的背景 那个时代的历史原因 当时的背景 当时人的信仰环境 与今天的社会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带来的影响和人的罪 也是完全不同的 你就很容易在探究历史 以图于 试图以对 现在有所知道的 这种情况下 就陷入到一种 以世俗主流的历史观 带来的历史的虚无主义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 在中国人叫什么 叫往事随风 往事如风 就像风一样 风像什么 风是虚无缥缈的 因为为什么那么多人 去研究那种时光机的理论 创造可以穿越时空的机器呢 根本的原因也是 想要探究过去的真相 想要去在探究的同时 去改变过去 这都是非常明显的赤裸裸的 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 以人当下的环境 和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 我们试图去随意地篡改历史 以达到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局面 但是我们却不明白 不知道的是 圣经早已教导我们 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万事万物的彼此效力 是为了让属神的 爱神的人得益处的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人对于历史的了解 唯一有意义的 就是我们找到神的踪迹 寻求神的旨意 了解神的带领 确定就是前面的这些 你才能够帮助你 确定神对今天的心意 我们要按照这样的思路 来看历史 来看十字军东正 所以今天的这个录播的第一期节目 是把这个宏观的历史观 圣经的历史观的架构 分享给大家 我们的下一期录播节目 来具体的看 十字军东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